终于让我找到了虾的新吃法 快来你的男朋友借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好自己动手哦 半盘上撒一点淀粉 然后用擀面杖轻轻敲打 垂成这样半透明状就可以了 锅里一层薄油倒入虾头炒出虾油 加入清水盖上盖子 闷上一会儿 调料打在屏幕上咯 很简单带出虾原本的鲜味就好 因为虾已经垂得很薄了 所以一烫一下就熟了 汤鲜肉嫩喜欢吃虾的 千万不要错过哦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